人真的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赚不到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 今天我就从本质层面 跟你聊聊认知和财富的关系 贫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 普通人又应该如何破局? 如果这个视频你能够认真看完 我相信你对于你的现状 你对财富的认知 以及未来的规划 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定位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几个问题 问题一 金钱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二 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三 金钱和财富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你只有对钱和财富有清晰的认知 你才能知道你为什么穷 而且越来越穷 别人却越入百万越来越有钱 稍微懂点经济学的都知道 金钱的本质其实就只是一般等家务 它是商品的价值衡量尺度 也是一种资产持有者和流通价值市场之间 交换所有权的契约 而财富的本质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也就是你创造资产的能力 资产的本质是什么? 是可以为你不断产生现金流的东西 比如你的不动产股权 知识产权等等 资产的本质 在于它蕴藏着未来的经济利益 好的资产很难随着时间贬值 甚至还会升值 比如好地段的房子 好公司的股票都属于优质资产 所以我们要知道金钱并不等于财富 金钱是现实的货币 是可以直接用来流通 去换取等价商品的产物 而财富却是一种抽象的货币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金钱 听起来有点绕 有的人可能没听懂 那我就再直白一点说 财富就是上世纪80年代 一套深圳南山区价值10万人民币的房子 到现在2023年价值1190万 金钱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 你存在银行的10万人民币的存款 到现在2023年连本贷利你可以拿到123万 但是你知道80年代的10万块人民币 相当于现在2023年的多少钱吗 1980年我国的GDP是4545.62亿人民币 2020年我国GDP为1015986亿人民币 40年时间GDP增长了223.5倍 那也就是说 1980年的10万元相当于如今的2235万 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一个道理 那就是钱会随着通货膨胀不断贬值 而优质资产则会随着货币超发不断增值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即使我现在说了 很多人依然会不以为然 当然因为对于钱的认知偏差 也就决定了你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再加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角色 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角色 因此贫富差距也就慢慢被拉开了 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 生产者为了能够创造更多财富 会鼓励消费者积极消费 甚至还鼓励消费者透支消费 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消费主义 于是各式各样的消费陷阱就开始了 第一步就是先营造出一个超出你能力范围的物质环境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我们打开各种网络平台 看到的视频内容 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豪车别墅 打开抖音小红书 你能感受到每个月收入一两万 都是贫困人口 更何况你自己一个月五到六千的工资 连贫困户都比不上 打开微博一看 给你推荐的护肤品化妆品包包 绝对都是牌子货 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有一种错觉 这些奢华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但实际上网络平台向我们展示的一切 并不属于我们的生活 网红平台记录的是有钱人的生活 而我们大多数人 其实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 于是消费主义就是这样 不知不觉中把你拉到了陷阱里 第二步就是把消费者的价值观异化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 但正因为如此 很多判断力不足的消费者的价值观 就很容易被异化 比如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句话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怎么好一点呢 买大牌护肤品 化妆品 衣服 鞋子 裙子 包包 买这些奢侈品 让别的女人羡慕极度恨 这就是对自己好 你原本上班只需要穿一件得体的衣服 但消费主义告诉你 你见什么人应该穿什么衣服 用什么化妆品 拎什么包 打造什么形象 这些都是你需要的 于是各种带有标签的品牌应运而生 他们会告诉你 只要你消费了某种产品 你就能成为某类人实现阶级的飞跃 实际上却是你和上层社会之间的 消费水平差距在不断减小 阶级间的差距却在不断的被拉大 但很多人为了自身的虚荣心 即便超出自身经济能力也会购买 甚至有的人完全感受不到消费陷阱 只会沉浸在买买买营造的生活方式 殊不知奢侈品本质上是社交货币 普通人不可能买几件奢侈品 就获得了上层社会的通行证 只不过是在交智商税罢了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哪怕他买了一堆奢侈品 也无法实现阶级的跨越 普通人乱花的每一分钱 其实都是在加后加固阶级间的壁垒 第三步就是伪造各种原本不存在的文化 并且以如何让你消费为出发点 给这个文化赋予相应的消费意义 比如伪造节日文化 白色情人节520平安夜等等 这些伪造的节日文化都要求男女双方互送礼物 对年轻情侣的诱导性很高 仔细想想过节送礼无可厚非 但一年四个情人节是否有些离谱 还有伪造稀有文化 各种联名各种稀有限量款 各种明星同款 一个成本三块的硅胶手机可加个logo 再说是明星同款 身价瞬间提升几十倍卖到两三百 这一步步的铺设 会让普罗大众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从而错误的估计自己的消费能力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但手里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信用借贷就开始了 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没钱买明星同款包包怎么办 先用花呗借贝信用卡吧 下个月再还就是了 想换最新款苹果手机了 没钱怎么办 先半个分期付款吧 分12个月还压力也不大 在这个时代你只需要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 就可以办下高额的贷款 几乎所有的贷款平台都在诱惑你 只要你办了贷款就可以买奢侈品 就可以让自己变得高贵 就可以拥有美好生活的方式 但是他们只告诉了你借贷的好处 却没告诉你怎么还 但信用贷款的本质 就是将你的信用转化为金钱 让你透支花未来的钱 让你以为信用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但之前也说过钱是会不断贬值的 更何况你还需要背负15%到24%的利息 甚至有的人还以贷养贷 一卡还卡 这就直接导致了工资压根就不够还债 于是就开始寻找能够赚快钱的方法 当走到这一步 一个人的一生基本也就毁了 因为想赚快钱的人 都有很强的幸存者偏差和自立性偏差 幸存者偏差的意思是指 当你获得的信息仅来自幸存者时 则这些信息可能会与实际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偏差 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 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可能是经过筛选的 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 因此就会忽略关键的信息 就比如现在短视频平台上 很火爆的短视频赚钱课程 很多人看到有的人能够月入百万 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 于是花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去学 而且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越是负债多的人越是对这种课深信不疑 很多普通人就是因为主业都做不好 才负债累累 还想着用副业来逆袭翻身 造成的结果就是短视频赚钱课程 不仅仅没有让你变得更富有 反而让你更加贫穷 而资历性偏差指的是 一个人在失败的时候 会认为运气不好 成功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本领卓绝 这会导致我们在处理事务时过于主观 不能实事求是的从现状出发来解决问题 这样的后果就是 意识不到自己能力的不足 而只是单纯的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于是就会去尝试各种项目 身兼数值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最终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 我一个律师朋友 他带的一个实习律师就是这样 为了还消费贷款不仅做助理 还做公众号贷卖货赚钱 最终连律师的实习期考核都没有过 还得拿着实习工资 不能独立办案赚大钱 经济学上有一个较机会成本的概念 意思是如果你选择投入了某一个领域 就意味着要放弃在其他领域的投入 这同样也是成本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放弃 想在每一个领域都赚快钱 那就意味着你注定无法在某一个领域 依靠着深厚的积累突破到某一点 集中爆发 很多人都意识不到机会成本的存在 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结果就一直在重复着一种低质量的赚钱方式 最终还是碌碌无为 当然很多人经过社会的毒打之后 也能够明白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但基本都是后知后觉 欠下的一身债还是得还 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 人就只有两种追求 一是还债二是活着 在这种状态下稀缺心态也就产生了 稀缺心态就是指一个人越是缺什么 就越是在意什么 从而忽略更重要的东西 举个美国消防员的例子 在发生火灾警情的时候 消防员会被要求在一分钟之内 穿好所有装备 并且拿上该拿的东西 跳上消防车迅速出发 根据统计因为火情出事的消防队员 有25%并不是葬身于火场 而是死在了去火场的路上 其中有一些是消防车和其他车辆相撞 发生了交通事故 而导致他们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原因 就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这些事故中没有系安全带占总量的79% 消防员平时那可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原因就是当他们接到报警后 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好准备 而且要在路上制定一些消防策略 研究火场的结构 要计算水龙头数量 还要预估火势大小等等 时间的稀缺会导致 一些重要但平常的事情被疏忽了 同样的道理 缺钱的人会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金钱上面 会想办法去节省每一分钱 也一门心思想利用时间去赚钱 而没有更多时间去反思和规划 也没有想着怎么才能使自身更加优秀 在这种情况下 钱的稀缺占据了你的大部分注意力 只是你忽略了其他方面培养和塑造 你在这种状态下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比如放弃阅读不去运动 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会变得懒散麻木怨天尤人 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就会让一个人产生管亏效应 管亏效应就是只用一根管子看世界 我们只能看见管子里的东西 除此之外的世界就会被忽略掉 而管亏效应会导致我们目光短浅 就如我们在电视剧上经常能看到 一个人打好几份工 上午收银下午搬砖晚上洗碗 起早还要派送报纸 这些行为或这些来钱快的副业 对他来说无疑是可以解决短期问题的 但却是以牺牲时间和劳动力来换取收益的 而这种靠牺牲时间和劳动力 来换取收益的赚钱模式 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你需要不停的劳动 但长期劳动 又会让你在其他事情上贷宽不足 什么是贷宽不足呢? 贷宽就是我们的计算思考能力 关注能力 决策能力 执行能力 和抵制诱惑能力的统称 上面所提到的管亏效应 也是因为贷款不足的表现 这东西听起来高大上 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过 所谓的贷宽的不足 当我们特别想拥有某一样事物时 我们在对待这样事物会失去理智 会降低我们的标准和智商 就像是一台运行了很多程序的电脑 如果你想再打游戏的话 只能是游戏很卡 其他程序也很卡 结果游戏玩不好 甚至电脑系统还会崩溃 当你没钱的时候 对钱的稀缺感 就会占用你一大部分脑力带宽 这时候只有一小部分带宽来处理工作 因此工作效率变低 频繁出错就是显而易见的 能够预见到的结果 而当你忙碌的时候 对时间的稀缺感占用了你的带宽 因此没有长期的规划 只为了完成当下的工作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越忙越穷的问题所在 有太多人都认为穷人之所以会穷 是因为穷人的目光短浅 爱贪小便宜观念落后懒惰 在他们看来穷人没有一点优点 但这完全是一种偏见 也是对穷人的一种歧视 人并不是因为有了各种缺点才贫穷 而是因为贫穷才导致了很多缺点 富人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 而穷人们却要花大把的时间去生活 花更多的精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更要命的是穷人要面临生活的挑战 更要面对生活的诱惑 现在不管是什么地方 我们总会看到奢侈品广告 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轰炸式洗脑 面对资本家的消费陷阱 又有多少人能抵挡住诱惑呢 有些人只是单纯为了买买买 然后还给你举出很多例子 你看某某富人欠债多少多少 并且还有很多成功学大师说 富人敢于借钱 穷人只知道存钱 然后穷人的存款被富人 借出去消费借出去投资赚钱 而穷人存的钱却在不断贬值 于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 很多普通人也在想着怎么能够 借更多的钱来消费来创业 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财商公司 出很多课程 来教这些穷人如何提升信用卡额度 如何借到更多的钱 如何借钱加杠杆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却是 很多穷人因为信用卡 因为网贷而负债累累 每天面临追债的压力 也有很多人因负债压力过大 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富人的负债和穷人的负债 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看新闻 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富人欠债多少多少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这些欠款并不是个人债务 而是公司债务 即使公司是这个富人的 但是债务与他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这家公司最终倒闭了 富人有很多钱也不用来偿还这个债务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直接走破产程序 而我们很多普通人的债务 却是个人债务 就算有些普通人创业建立了小公司 但是小公司也并不容易贷款 或者贷款额度也不高 往往也是个人借钱再投资进去 因此一旦公司经营不善 这些债务都是你个人的债务 你个人是需要偿还的 从这一点来看 个人债务是有极大的风险的 而聪明的富人几乎是不会有个人债务的 即使有少部分富人有个人债务 他们也会注重他们个人的资产负债比 比如他们有十栋楼 可能最多就拿一栋楼去抵押贷款 即使这笔贷款还不上了 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因为有抵押 银行能给出的利息是非常低的 而很多普通人的借款却是通过信用卡 网贷或者银行的消费贷款来借还 这类型的贷款利息 至少是富人贷款的五倍还多 那么你说你做生意能比得过富人吗 光是借贷的利息就差这么多 成本就比别人高出非常多了 同时在普通人认知中 根本没有资产负债比的说法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资产只有负债 那么一旦出现任何情况 比如说创业失败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马上就会面临高负债的情况 而且这类型的负债催收都很厉害 让你无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想要翻身就更是难上加难 之前有个网络段子 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王思聪问王健林 咱家有多少钱 王健林说咱家的钱你一辈子也花不完 王思聪又问那咱家欠多少钱呢 王健林说咱家的贷款几代人也还不清 所以他们的借钱并不像普通人的借钱 用于消费或者创业 他们的借钱是从公司整体战略考虑的 包括留足充足的现金 或者对已经有项目进行杠杆经营 富人的债务和普通人所面临的债务 是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别再想着怎么借更多的钱了 借钱只会让你更加贫困 穷人想要翻身 还是要脚踏实地的 专注于某一个行业 而不是每天想着如何借更多的钱加杠杆 听到这里 你肯定会说一句万恶的资本家 但我想说的是 资本家不会因为你这句吐槽 就分钱给你 也不会停止他们对穷人的掠夺 我们不能改变环境 就去适应环境和改变自己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就配什么样的环境 能力越高你就能够到更好的环境去 如果你身处不好的环境 与其抱怨不妨仔细想想 怎么才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 所以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实际的话题 我们普通人处于这样的环境 应该怎么破局 首先要逃离消费主义陷阱 很多人消费制贫的主要原因 就是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 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经济水平 能够匹配什么样的消费 所以首先得认清自己的消费能力 如果你月薪三千就不要想着买奢侈品 满足自己日常需求最重要 奢侈品对普通人来说 基本上属于负债型资产 只能实现短期的欲望 反而那些评价品牌更实用 其实很多负债型资产 当他们的价格到达一定预值 在品质提升上面就是边际递减效应 50块的东西和500块的东西 可能差距会有一些 但500块的东西和5000块的东西 差距其实真的很小 5000块和5万块的东西差距更是小 你仔细想想 那些买回来只穿了一两次的衣服 放到过期的化妆品 开过几次就折价降价严重的汽车 是不是都是这样 很多普通人不懂这个逻辑 于是吃了不少亏 其次你还得认清你的核心需求 什么是核心需求 简单来说就是你进行消费的最初目的 比如说你要买双跑鞋用来晨跑 核心需求就是适合跑步 而不是这双鞋有多少文化价值 如果你能够认清自己的核心价值需求 自然而然就不会掉入消费主义陷阱 最后想逃离消费主义陷阱 还需要提高学识 学习可以明智 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见识 你的认知越高 你的偏见就越少 你就越能够认清自己的价值 你就会慢慢想清楚 我们普通人的平均消费水平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最应该接受的文化熏陶 是什么样子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方式 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你一直按照网络视频平台 传递给你的价值取向去生活 你就会忘记了 除去北上广深之外的地方 才是最真实的普罗大众的生活 我们去购买媒体推荐的东西 却忘记了我们根本就 不具备匹配的经济实力 这种配不上的消费和享受 会慢慢地侵蚀一个人的价值观 甚至会把你废掉 资本通过各种媒介展现出来的样子 不一定都是真相 就比如近几年有个搞笑的现象 那就是穿戴国外品牌的人 就是时尚达人 而穿国产品牌鞋子的人就是low 但这又是谁定义的呢 不过你只需要稍微了解一点 这些品牌的运作手法 懂点心理学你就知道 其实这都是消费主义 给你制造的一种落差感 在他们的价值定义中 只要你不买它的产品 你就是low 资本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它可以通过不断地砸钱做广告 用轰炸式的营销洗脑话术 轻而易举改变一个人的三观和消费观 如果知识储备不够确实很容易中招 但你的认知能够识破花式尾 装过的消费主义陷阱时 你就不会因为虚荣和物欲去消费 别人就很难再割你韭菜了 第二摆脱稀缺心态 之前也给大家分析过 大多数人穷忙的本质 就是因为稀缺心态 那我们要如何摆脱稀缺的心态呢 这里给大家提供四种方法 设立目标 稀缺的心态会导致我们 只专注在眼前的事情 做事缺乏计划性 所以我们要学会设立目标 可以是一年后要存多少钱 一年看完几本书或者是跑几公里的步 然后再搭建一系列的行动计划 让自己不会迷失在眼前的短期利益中 以此不断地调整自己日常的思想和行为 从而摆脱稀缺心态 最终实现长期的目标 如果你做事有计划性 你就可以理清楚做事急缓程度 我们都知道 人如果长时间在做的都是重要 紧急的事情 很容易陷入稀缺心态 并且还会越陷越深 所以我们需要多做一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让自己摆脱稀缺心态 那什么样的事情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比如下周一有一个会议 需要你做重要的发言 这周的周一至周五 你开始着手准备这个发言 那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 就属于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如果拖到了这周六 甚至周天才开始着手准备 那这件事情 就变成了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其次要节省节约使用带宽精力 成年人的世界白天拼命晚上崩溃 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精力和贷宽是有限的 如果贷款被浪费在了日常琐事上 聚焦于重要事件和重要决定上的贷款 就会变少 比如一个人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浪费在中午吃什么 早上穿什么衣服 点什么外卖的时候 怎么才能叠加更多的优惠券 更加优惠上面 这个人就很难有时间 把带宽用在个人如何提升和进步上面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节约带宽 把带宽用在该用的地方 节约带宽就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精力 把每天的精力花在有用的地方 其他琐事按部就班的来做就行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日理万机的企业家和领导者 都会严格遵循自己的时间表 每天在固定时间做相同的事情 像扎克伯格和乔布斯他们只会穿的几套衣服 尽量减少生活中的各种小决定 控制自己没有必要的选择 减少随时的纠结 以及避免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就能够有效地节约我们的带宽 来完成更重要的是 给自己的生活预留更多的余闲 我们一旦陷入稀缺陷阱 就容易产生借用和短视的心态 今天完不成的工作 我们会拖到明天去完成 今天还不了的账单 我们会去向各平台借款来偿还 所以解决稀缺问题的第三个方法 就是要为我们的工作生活留有余闲 这里的余闲包括金钱的余闲和时间的余闲 不管钱有多少 都应该留出一小部分来储蓄或者投资 以此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你觉得工作繁重需要要加班的时候 刻意给自己安排时间休息或充电 让自己工作时更加专心和提高效率 设置定时提醒或备忘提醒 普通人通常因为带宽负担太重 常常忽视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比如体检阅读等等 所以设置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 提醒可以把重要的事情 重新拉回到视线当中引起重视 将重要的事情罗列出来 为自己设置提醒 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看到 通过这种方式 让自己每天都更多的选择 做更加重要的事情 比如你要健身 就要设置好时间定时提醒 我们要存钱呢 就想办法让工资卡里的钱 自动划出去一部分 进行储蓄 让忽视等同于默许 这样就能自动地让生活 慢慢地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忽略问题存在时 改变行为的结果 比直接与其对抗更有效 第三学会正确赚钱 其实你要赚的不是钱 而是要学会创造财富 金钱并不等于财富 这一点大家在前面就已经了解了 拥有财富的人肯定能赚到钱 只不过现在人们将钱看得太重 导致人们忘记了真正能够赚钱的东西 其实是自己的财富 为什么大家时常感叹 自己整天累死累活 反而赚不到几个钱 而有的人赚几百万却只需要几天时间 因为财富的本质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稀缺性决定其价值 如果单纯地靠出卖时间来换钱 只能是线性增长 福布斯财富榜上很少有职业经理人 大部分是企业家和投资家 他们不是用时间赚钱 而是通过拥有一些东西来赚钱 这些东西在他们睡觉娱乐时 也在帮他们赚钱 财富是一种正合游戏 是寻找摆脱有限性方法的游戏 你必须想办法让你在睡觉的时候 也能赚钱 而不是简单地用自己的时间 和劳动力获取收益 很多进入互联网大厂的人 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大公司购买了你的时间 让你精疲力尽 但是却没有满足感 拿到收入后 你就需要花费很多钱 才能让自己心情稍好一些 这就陷入了一个消极的情绪 有人购买了你的时间 而你赚来的钱 却会花在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上面 所以你应该思考 如何成为一个创造者 而不是像消费者那样 通过消费才能获得更多的满足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天性 就是会通过不断拥有更多东西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所以通往财富的道路就是让别人幸福 你需要创造一个产品 找一个杠杆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以此帮更多的人解决烦恼 而这就会像一个财富机器 你把钱放进去 然后转动手柄机器就会吐出更多的钱 这样的机器就非常有价值 因为它可以不断循环下去 你可以用这些钱再投资 从而创造更多财富 但你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 必须懂得一个概念叫编辑成本 在经济学中 编辑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 新增生产的产品 带来的总成本的增量 比如一个健身教练在线下教健身 每增加一百个人就需要 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占用更大的场地 编辑成本就很高 但在线上直播教健身 给十个人看和给一百万人看 付出的编辑成本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编辑成本就几乎为零 所以你想要实现财富的高速增长 就需要做编辑成本几乎为零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 我现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产生负利效应的结果 有没有对未来产生持续久远的影响 如果没有 我们可能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哪怕我们每天都看上去忙碌无比 而对于没资本没资源的普通人而言 什么是是编辑成本很低 还能产生负利效应的呢 答案是将你的技能和知识转化为产品 比如你可以每天花一个小时 坚持写作一千字 三百六十五天 则是三十六点五万字 一本标准的书籍是二十万字左右 每天码一千字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自己一年时间 完全可以轻松地写一本书 而书在出版后又属于固定资产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如果加以曝光和推广不断地增加 编辑成本就会降低 收益自然会倍增 还可以将自己的经验 转化为付费视频专栏 专栏上架后只需要维护 就能带来倍增负利 这些都是投入成本较少 能让自己资产倍增 且能产生负利效应的方法 真正厉害的人 他们有钱也有财富 钱投进去可以再投资 然后拿回更多的钱 还会产生更多赚钱的东西 这就是财富系统 当然你还可以把这种 良性的资本循环 与另外二者结合起来 那就是你的才华和顾客 你越有才华就能吸引来 更多有才华的人 当客户喜欢你的时候 他们就会帮你免费推广 这就是另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人 他们赚的不是钱 而是财富 第四合理配置自己的资产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赚钱容易守才难 我看过太多一夜报复之后 又很快回到穷困潦倒的案例 他们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报复后 报复性消费 肆意挥霍 不会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资产 所以不管你现在有钱没钱 都需要了解怎么样 更好的保护住自己的资产 对于如何合理配置自己的资产 你可以参考标准普尔家庭资产向现图 它是在调研了全世界十万个资产稳健增值的家庭 分析总结他们的家庭理财方式 而得到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向现图 把家庭分成四个账户 这四个账户作用不同 所以资金的投资渠道也各不相同 只有拥有这四个账户 并且按照固定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 才能保证家庭资产长期稳健的增长 第一个账户是日常开销账户 也就是日常要花的钱 一般占家庭资产的10% 作为家庭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 这个账户保障家庭的短期开销 日常生活买衣服美容旅游等 都应该从这个账户支出 一般放在活期储蓄的银行卡中 但我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个账户的占比过高 很多时候 也正是因为这个账户花效过多 而造成没有钱准备其他的账户 第二个账户是杠杆账户 也就是保命的钱 一般占据家庭资产的20% 这个账户的目的是以小博大 专门解决突发的大额开支 这个账户主要是意外 伤害险和重击保险 因为只有保险才能以小博大 比如5000元换10万元 平时不占用太多钱 用的时候又有大笔钱 这个账户平时看不到什么作用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只有它才能保障您 不会为了急用钱而卖车卖房 股票低价套现 甚至是到处借钱 如果没有这个账户 我们的家庭资产就会随时面临风险 所以叫保命的钱 但这个账户一定要专款专用 保障在家庭成员出现意外重大疾病时 有足够的钱来保命 第三个账户是投资收益账户 也就是生钱的钱 一般占家庭资产的30% 这个账户为家庭创造高收益 往往是通过您的智慧 用您最擅长的方式为家庭赚钱 包括您投资的股票 基金房产企业等 这个账户关键在于合理的占比 也就是要赚得起 也要亏得起 无论盈亏对家庭不能有致命性的打击 这样您才能够从容选择 第四个账户是长期收益账户 也就是保本升值的钱 一般占家庭资产的40% 为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金 子女教育金留给子女的钱等 这个账户不能有任何损失 并且要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所以收益不一定高 但却是长期稳定的 这个账户有三个重要的特性 一是不能随意取出使用养老金 说是要存 不能说买车或者装修就给用掉了 二是每年或每月有固定的钱 进入这个账户 才能积少成多 三是要受法律保护 要和企业资产相隔离 不能用于抵债 我们常听到很多人年轻时如何如何风光 老了却身无分文 穷困潦倒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账户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下 现途的关键点是平衡 四个账户就像桌子的四条腿 少了任何一条都有倒下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及时做好安排 科学配置资产 为自己提供比较有效的资产保全 虽然俗话说马无业草不飞 人无横财不富 但普通人其实很难发横财 主要还是需要开源节流 普通人想取得一些成就 深耕才是关键 据我自己的观察 我身边的人一直深耕在一个领域的 现在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些成就 而那些不断变换行业的 大多数没有太大的成绩 这也应了那句话 花几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荷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而我们的认知就决定了我们 能不能快速看到事物的本质 财富永远都是流向最匹配它的人 人生真正的匮乏 其实并不在物质上 而是意识中 人生真正的富足 不是外在财富累积与满足 而是内在精神的通透与觉醒 当你的认知处于内在匮乏中 无论你拥有多少外在财富 你都会觉得不够 如果你内在富足意识丰盛 本资具足的价值与能力 会推动财富以健康的方式流入和流出 这里是思维源流 用持续可行的方式提高你的认知 打造你的顶尖思维体系 成就你的人生赢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我相信这个视频对你的帮助是巨大的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收获和交流